我们本来函数 从函数然后把它变成 因为函数其实虽然不困难 可是每次你只要上班又要做一遍 所以呢 加快速度的方法就是把它录下来 一键按下去 这些就重新做完 有个清除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把它做执行 那重新指定一下 OK好 清除掉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要VBA的 所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做什么呢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练习 不是用录制的 而是在进阶到VBA 又自己写的 那怎么写呢 当然我们可以做出三个按钮 按钮一是按下去 自动输出 有点跟录制聚集蛮像的 但是程式只有三行 一个回圈 加上一个输出公式 一个清除 也是自己写的 那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差别呢 看到是一样的 可是最大的差别是 它里面是最后的结果 如果是空的 它就是空的 可是如果说你是公式的话呢 它会丢一堆东西 在每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呢 这两个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 第一个 你将来 如果你用丢公式 它里面会膨胀的蛮大 就是存档 档案怎么变好几Mb 那当然这时候 你就要思考 怎么样把丢公式 转换成这一个 那第二个是执行效率 下面这个可能效率有时候会比较快 有时候会快很多 好 那这个是三个按钮 所以待会VBA我们要做 一二三 那再来 这个是Sub Function的话就插入函数呢 我希望使用的定义里面 要出现刮壶自创函数 这个是自己定义的 按确定 它会跟我要一个资料 我就给它一个资料 它会自动判断里面 有没有刮壶 有刮壶 它就帮我把它丢到这边来 这样也OK 所以待会会撰写 三个Sub 这个是Sub 那一个Function Function的话从这边 我要做出一个 这个Function OK 这两种东西 这样前面有交过 只是说我们换个地方 再重做一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待会 再来看这个 请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先试做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按钮怎么做 其实 之前有讲过那个步骤 那只是说换一个范例 那做法 接下来 我们先切到一样VBA 不过呢 这个地方是要自己撰写 那撰写的方式 我先这个是已经完成了 我是另外增加一个Module 2 把它程式写在这边 所以有三个按钮 1 2 一个Sub 两个Sub 三个 三个就三个按钮 一个Function 所以刚刚显示出来的都在这里 总共会有四段程式 那我先把它移除掉了 我们重来 重新再把它移除 假设完全没有的状况 本来之前的那个录制聚集在Module 1 那为了要把这个Module 1跟Module 2 两个程式分开 所以我可以按右键再插入一个模组 OK 然后呢 那接下来撰写什么 插入一个程序 那因为我要一个按钮 所以按钮名称叫什么呢 叫 也许叫什么 叫 截取自串 用公式输出好了 那是按钮 所以按杀 按确定好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之后我们会产生按钮 就可以放这边了 那程式的撰写该如何写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第一个的话 因为我要把 我要输出资料到哪里呢 到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总共有几列呢 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我可以先写一个列的回圈 让它之后呢 可以逐一的帮我从第二列 所以for i 等于第二列到 第十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 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重复 重复在这个范围 去变动什么呢 来变动那个i的这个词 那这个词 接下来我们要输出到哪个储存 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打一个sales sales就是哪个储存格 瓜虎跟他讲说 我的第i列 因为他先列嘛 rowindex 第几栏呢 b栏 OK 然后等于什么呢 先打两个双以后 双以后其实这个地方当然是清楚 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是清空喔 那如果你要输出公式的话 就是把公式放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 放到这里面 那公式部分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丢公式的话 一定要记得两个准则 OK 第一个 那我们公式 我先第一个是在我们公式 我先把它输出好 这个公式 一先把这个公式什么 复制 取消一下 二的话呢 我先切回来这边 visual basic把它直接贴上 不过贴上之前 你可能要记得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如果它里面有双引号 你要变两个 为什么 因为VBA用了双引号 你将来输出公式也是双引号 他会不知道 到底你这个双引号 是在VBA里面用的 还是公式里面用的 所以为了要区隔 所以请你把这里面 公式里面的双引号变两个 那变两个最简单的方法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Word的 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呢 记事本 比如我这边用记事本 把它取代 把公式贴到这边 编辑把它取代一下 一个双引号变两个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可以区隔了 主要是说 如果是两个双引号 他就知道说 这个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了 那再把它贴到 这个visual basic双引号 这边贴上 OK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直接输出的话 当然它也会Word 不过它出来 结果里面都空的 里面都有公式 不过你会发现公式里面 都是抓第二列 抓第二列 应该要变第三列才对 有没有 所以对 把它加个i就可以 那i至于要怎么把它加上去 我前面也讲过了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变数放进来 这个致串 可是你不能直接放一个i进来 如果你放个i 它是一个致串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先 当然你如果忘记怎么做 你可以记口诀 双引号双引号 切开来 变两个致串 移到中间 andand 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说把致串切开变两个之后 中间放个变数 大概是这样的原理 如果你记不起来 反正你背口诀一样可以 然后把这个and前后加空白 这样子 然后再把这一个 其实这个跟这边的 二 其实做法都一样 所以我是建议你干脆把它复制 贴过来 贴 贴 贴就可以了 记得不要贴贴错了 只要那个位置贴对的话 那应该就可以work了 好 那我们来跑跑看了 基本上这样就ok了 执行他 OK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把这个公式复制贴过来 在这边改成清除 清除的话 然后面就是空的就对了 其实清除就两个双一号 这样就清楚了 这样就ok了 其实之前我们有做过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如果不是要丢公式 我要丢结果的话 那再把这个复制过来 那这边就不要刮胡 要叫刮胡字算好了 就不要底线公式 然后呢 我要丢什么丢 判断完的结果 那可是要怎么判断完结果 这个部分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因为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能要需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个 因为 以Sail里面的函数 跟 VBA里面的函数 不完全相同 所以呢 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在VBA里面可以fine字串 诶 可是VBA里面呢 他 那个 方选函数不叫fine 他名称 不一样 而且用法有一点不太一样 他可能要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另外函数 叫 In3 有一个 INSTR这个函数 那这个In3呢 主要就是说 去帮你找 跟fine有点像 记得 VBA里面用的函数 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找 那我们利用他去帮我找 那那个除诚格里面有没有前刮户 有没有后刮户 找到之后告诉我他的位置 再利用一样用密的 去做什么切割 那再利用什么呢 哎 过滤 不过VBA里面没有ifl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逻辑判断 让他可以也做出一样的事情 那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 把那个 丢公式部分先复习 这个其实做出来 跟什么 跟那个 聚集有点像 但是他最大差别是自己写的 写出来的话 其实程式就是 三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那个 就是我不要丢公式 我希望呢 能够把最后的结果在 VBA里面做完 再丢出去